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大肆鼓吹清洁网络计划 企图借此打压包括中国5G供应商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日前 欧洲竞争电信协会发布消息 对美国这种行为进行谴责 警告说 排除特定供应商将对消费者 企业和市场产生不利后果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的例行纪录会上回应说 为这一公正声音点赞 这再次说明美方所谓清洁网络是歧视性 排他性 政治性的 是肮脏网络 是不得人心的 发言人好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大肆鼓吹清洁网络计划 企图借此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同时我们注意到日前欧洲竞争电信协会发布消息 谴责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对中国的5G供应商的任何禁令 强调只有在确凿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证明此类决定是合理的 他们还警告说排除特定的供应商量将对消费者 企业和市场产生不利的后果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为欧洲有关行业协会发出的公正声音点赞 这再次说明美方所谓清洁网络 是歧视性排他性和政治性的 它是肮脏网络 是不得人心的 为什么说它是肮脏网络呢 首先 这个肮脏网络是窃听网络 美国长期以来大肆进行网络监听监视 第二 这个肮脏网络是垄断网络 第三 这个肮脏网络 也是意识形态网络 所谓清洁网络是假 推行科技冷战 国别歧视是真 在全球化时代 用意识形态划线来搞技术发展 是划地为牢 害人害己 赵立坚表示 很多国家都对美国所谓的清洁网络 不感兴趣 甚至十分反感 中方相信 大多数国家都会坚持独立自主 做出独立判断 对美国的肮脏网络说不 总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